152万只回收的宝特瓶 打造这么一扫环神方舟 是台北花博备受瞩目的建筑之机 宝特瓶制成了宝特砖 应用在这建筑的立面上 是环保冲衣的结合 也是台湾建筑工程的一大创举 然而像这样 废弃物在利用的实践 对20年前的台湾民众来说 完全无法想象 因为当时最迫切解决的 是垃圾水畜丢的乱象 所以当发起这样一个亲近家园 大家一起来扫地 不论是街头巷尾 甚至有人去进山 或者有人去进滩 这样的一个行动 确实是让整个台湾社会动起来 全民动起来 静静家园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这是台湾最早的地球日行动 台湾环保议题 历经垃圾无处存放 引发垃圾大战危机 为了减量垃圾 开始分类资源回收 一直到2000年之后 地球日的行动 转而扩大关注 生存家园如何永续 那时候一个很大的事件 是我发现 臭壤城竟然有破洞 这个破洞对大家来讲 我发现说 人类的活动是有可能 对这个地球造成的伤害 而且最终 我们会要一起承受 这样的一个问题 降低污染 减少废弃物 绿色理念在21世纪 催进了气液体 环保制品的开发 不再取自石化原料 是回收再利用 从产品设计源头 注入永续思维 正在酝酿新一波工业革命 它已经不是像以前 我是去采石油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透过回收 我就可以取得原料 所以从摇篮到摇篮 那这样的一个新的思维 新的发展 新的经济 它要取代我们过去传统 只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经济 422世界地球日 象征地球的生日 每年台湾都和全球 一百多个国家同步响应 回首过去20年 台湾从不乱丢垃圾开始 到资源回收 循环再利用 接下来新的目标 是要推动干净人员 走进绿色新世代 接下来新的目标